然后我们大家可以快看到今天我们这个人员有一些变动 首先丘频它因为个人原因它临时来不了了 然后丘频的话是在容器然后调度网络成熟等各个方面都非常市民非常优秀的产品经理 所以我们本来想着它能够在产品层面给我们的一些不一样的一些视角 但非常遗憾 另外就是coordinator的Martiner李涛也因为身体原因临时来不了了 所以说这个panel风险很大 然后不过好在有鉴语同学 然后也非常感谢鉴语同学能够替李涛参加这次分享 好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了 然后我们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然后我先开始泡个砖 然后我叫Inna然后来自于DocCloud 目前的话主要做像容器调度啊任务调度 然后像模型推理相关的一些研发工作 同时的话也在Cubernetes上又做一些开源贡献 然后目前是CubernetesSickScheduling的Matterner 然后另外我也负责维护几个Cubernetes的一些Sick项目 像Q做JoboCueing的 然后像LeadWorkset 像做这种多节点推理相关的工作 OK我叫介语 然后我是主要是那个Cubernetes的那个Member 然后我是那个阿里云的 然后主要做那个内部的一些支持 然后功能上的话 比如说一些设备管理 然后还有一些Numa 然后包括绑合之类的一些功能 包括那个AI任务的一些支持的调度 都是我这边在做 然后社区的话我就是那CubernetesMember 然后也是一个开发者 OK 然后雷博 OK 那个我叫王雷博 那个我来自华为云 那个我自己的话主要是那个 Wokano开源项目的一个技术负责人 然后同时呢我会有一个 Wokano的一个商业研发团队 主要那个关注的领域是 调度以及这个应用弹性 接电弹性 还有混步 这三个主要的方向 我们目前的话业务的话主要支持 华为云的所有的AI的服务 以及像那个中端云 华为手机的一些应用的服务 那么对外的话主要就是 针对所有的一些 公用云的一些客户 好然后来自 大家好我是任玉全 来自字节跳动 我主要在字节也是做一些 编买调度相关的事情 然后我们内部的一些经验沉淀 成一个这个统一调度器 待会也会去聊 就Gether现在也已经开源了 然后对 然后在来自己之前 可能也会做一些 就是开源 Kubernetes的代码贡献的 对 好 然后其实大家对 跟今天的那个topic 非常的契合 就是大家都是做 调度的 然后来自不同的社区 然后来自不同的 可能也来自不同的公司 然后在我们正式的 这个分享之前 我想做一个 简单的这种现场的调研 比如说就是 首先在座的 有谁不了解 Vocano的情局兽 OK大家都了解 然后有谁 没有了解过 Coordinator的情局兽 好 有 有 有 对 有 当今十多个 OK 然后有 最后一个是 Golden Schedule 大家之前没有了解过的情局兽 好 希望通过这次分享之后 大家可以对这个 Golden Schedule有更多的了解 然后那 所以大家就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 我们知道 哦 不好意思 忘了放这个了 对 然后 大家可能都知道 Cubernetes是一个 易扩展的一个 尤其是调度器 它是一个非常容易扩展的 这样一个组件 然后它有很多的这种 Extension Point 比如说 像Pre-Filter 像Filter 然后Score 然后Score 用来做算分 然后选出那些节点 是最适合用来做 Pol的 调度的 那 既然Cubernetes Schedule 已经是一个 这么 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 已经很 可扩展的这样一个组件 那为什么各个社区 他们还要独自的 去孵化一下 自己的一个 调度相关的项目呢 它的背景是什么的 然后我们也想 就是 今天大家各个社区的 每天都起居在这里 所以我们也想讨论一下 那我们比如说 我们先让 Fokano社区的 雷伯来简单介绍一下 好的 大家可能了解 Fokano 但是可能Fokano的 背景 可能大家很多人 其实可能还是不知道的 那其实我们 Fokano 其实它的前程是 CubeBatch CubeBatch 那个项目的话 其实我们是 其实比较早的 因为我们最早 其实在IBM 做这个HPC应用的 那我们其实当时 开始尝试 KBAS生态 刚开始起来的时候 我们其实 大概是在 116年的时候 我们其实当时 就开始尝试 用Kubernetes去解决一些 HPC的一些应用 那我们发现 其实有很多的一些gap 首先是调度器里面 它有很多的 调度策略都不支持 所以我们当时 其实在那个 Kubernetes的 SIG Scheduling下面 其实就有一个项目 就是CubeBatch 那么这个项目 它其实相当于 提供了一个调度器 这个调度器的话 可以去提供这种 Job Level的 这个Scheduling 像我们知道 Kubernetes本身是 Pod Level的 那么这个调度器 然后可以帮助用户 可以比较容易的 从一些 这个原用的 一些应用 迁到Kubernetes的生态 主要是AI和大数据的应用 但是呢 随着我们那个发展 我们发现 只做一个调度器 对于这种 用户来说 它的体验还是不够的 我们希望 希望还做两件事情 第一个事情 就是做一些 Job的一些management 因为我们看到 就是CubeFlow 早期 其实有很多的一些operator 这operator 其实使用起来 非常复杂 我们希望做一个 对于这个operator 这个AI和大数据的应用 做一个抽象 抽象出一个Job 这个Job的话 可以去跑 很多种不同的 这个AI的workload 那南向的话 我们其实当时 有一个想法 是说我们希望 能够把这个GPU呀 NPU呀 以及这些 FPGA 这些硬件设备 能管起来 那么这样的话 其实我们当时 在SIG Skylum 当时就给了一个建议 说这样的一个scope 超越了一个 Schedule的这个范畴 它要跨越了 多个这个SIG 所以他们其实建议 我们这个 作为一个 P处理系统 能够成为一个 单独的一个项目 所以我们这个项目 就捐献给了 CNCF 作为一个sandbox 目前的话 是一个孵化级的项目 所以我们这个 现在其实关注的方向 一直都是这几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 就是定义一些 通用的 AI和大数据的一些API 那第二块 就是调度策略 这是更多的调度策略 让AI和大数据的用户 它可以非常轻松的 牵引到KPS 同时呢 它能够有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性能 第三块的话 就是我们 通过这个Q 这样的一个机制 去提升这个用户 对资源 复用的一个程度 提升你资源的一个 使用率 降低碎片率 那么 下一块的话 就是关于这个 南向这个 一个硬件的支持 我们可以支持 更多的这种 一个硬件 支持的力度更细一些 比如说GPU的虚拟化呀 比如说NPU的虚拟化呀 这些都能够 纳管进来 那最后一块呢 就是针对大数据的场景 我们知道 大数据的场景 它其实相对于AI来讲 它其实对于这个 调度的吞吐 是要求是非常高的 还有像HPC的场景 它的这个Task 都是快进快出的 有可能你这个Task 还没有调度完成 那可能你这个 调度这个Task 需要的时间 比这个Task 真正运行的时间 还要长 就会导致你 其实你的资源 其实效率 使用效率比较低的 通途也是 满足不了需求的 所以我们其实 不止在Schedule里面 我们和KBS 和节点上面的 Kublet 就做了很多的一些 协同的一些优化 帮助提升 这个通途和性能 所以其实 整体来讲的话 这就是我们这个项目 其实产生的毕竟 以及我们目前 目前在做的方向 主要就是沿着 这五个方向 帮助用户 达到两个目的 第一是提升 你的应用的性能 第二个话 就是提升你 集群资源的使用率 对 其实我跟 雷伯其实认识的 也比较久 然后我们之前也 现在讨论过 就是说 其实如果大家 现在看 Kublet的生态 其实有很多项目 跟Faucandle 是有一些重合的 所以我们就在说 如果Faucandle 玩两年 是吧 可能一些功能 就在上游 都已经实现了 对 是这样的 其实我们最早期的建议 就是说我们希望 我们那些代码 都合不住到Upstream 但是因为Upstream 其实早期 他们其实 更多关注的是微服务 微服务的高可用 容载必分 对AI和大数据来讲 那时候 其实早期的用户 其实比较少的 所以他们其实 有一个建议是说 他们希望KBS做的是 更轻 更薄 把扩展性做好 那么这些更细利的东西 放在下游的一些项目里面 去完成 所以我们最终会形成 现在这个产品的一个形态 对 这非常有意思 其实如果大家愿意的话 其实可以私下找 内部聊一聊 然后 然后下一个 要不我们让 OK 对 我们 自协跳动内部的一个产品 哥德尔 因为今年刚刚开源 可能大家对它了解的不是很多 刚才看有不少同学 没有听过哥德尔 哥德尔在年初的时候 24年初的时候开源了 然后那个 现在也是在 CNCF landscape里面去 然后应该 最近一些不少公司 可能对这个感兴趣 也在找我们去聊 我们后面会去 发展一些终端客户吧 最终也会 可能会去捐赏给CNCF 然后这个的 产生的这个背景 其实字节在最早 最早1819年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是用 Kubernetes去 去让那些在线的应用 比如说抖音啊 头条啊 其实都是 放在Kubernetes上面去跑的 然后为什么 我们想 就是搞一个哥德 一个新的一个哥德 schedule的这么个组件呢 其实有几个原因吧 首先在20年的时候 我们其实提出了一个点 是说要再离线 同一部署 然后我们要去做一个 资源并持 然后资源并持有几个 出发点吧 首先我们其实 一是想说提升资源利用率 虽然说我们 以前字节的这个现状 是在线的那些微服啊 就抖音头条这一类的应用 它是跑在一个 自己的资源池子里面 离线的那些大数据 比如说批流这些任务 然后包括 我们比较重要的一些 推广搜的这些业务 也跑在自己的池子里面去 他们其实 比如说我们如果到 重大节假日的时候 或者一些突发活动的时候 比如说 比如说过年的时候 我们有一些抖音的 红包活动等等 那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在线 需要一些资源的时候 可能 我们的第一选择 可能不会是去说买机器嘛 更多还是说 从在线那边 从离线那边去 拿一波机器过来 那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一些人力 包括 就是一些运维平台的这个协助 比如说SIE去协商 说哪些部门可以 腾出一些资源来 然后把这些资源 从离线的池子里面抽出来 然后冲到在线池子里面 然后再去 部署那些春节的 红包的一些 在线活动等等 这个周期会比较长 资源的流转效率 也会比较高 那如果我们把它 放在一个池子里面去 然后统一地去跑 在线跟离线应用 那我们如果有突发活动的时候 那我们在线的就签 或者说cue一下应用 然后离线的部署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效率会有一个 很大的一个提升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利用率 其实我们在 没有统一调度之前 字节也做了很多的混播 然后在一些场景下 比如说 微服务的场景下 我们的资源利用率 其实也能达到很高 大概50多到60 这样子的天极平均的 这种规模 但是我们其实 那个时候资源 一是它混播的成本会比较高 需要去做一些 一些适配 就是说 从 因为其实不管是在线 还是离线 没有一个统一的视角 那个时候 其实去管理的话 都是有一些 有一些 局部的那种 视角的不统一 所以在做那个 在离线统一 统一调度 或者说 在做在离线混播的时候 会有一些 一些额外的开发成本 然后同时 那个时候的池子 其实并不是很大 然后我们可以混合部署的 这种应用的种类 也不会很多 我们希望是说 做大池子 把一个单 单集群的规模做大 然后让混播更灵活 然后混播 可以混播的种类更多 以前我们可能做 比如说 在线跟 跟Batch类的应用混 或者在线跟 Flink人用混 那我们可能希望是说 不仅两种 三种 四种都可以 所以我们希望是说 有统一的视角 有一个Global的View 去管理所有的应用 所以这也是哥的调度器产生的另一个背景 对 然后这个具体的这个框架 可能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看一下 然后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 现在也已经开源了代码的话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搜一下 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link 在底下应该有 对 大家可以搜一下 Global的Schedule 应该是在 CubeWolf下面 是吧 对的 CubeWolf是自己的这边 就是约缘生相关的一个organization 底下有很多 自己内部的生产实践的总结 对 然后我记得 Global的Schedule 是一个多 调度器的一个架构 对的 其实它是受 我们当时在做这个东西 是受那个Google的那个Omega那边Paper的启发 其实我们想说 去做一个乐观并发 然后我们之所以说 我们当时其实有几个选择 就是首先我们其实 一是基于Kubernetes去做 然后让Kubernetes也管理这些批流 包括大数据的应用 然后还有一个选择就是Yan 以前我们的离线都是跑在 HadoopYan那个系统市上的 然后我们扩展Yan的Resource Manager 去支持在线的应用 是另一个选择 然后还有就是当时 比如说开源的一些产品 比较 比较 有没有 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 有个Unicorn 当时也是想说 做在离线统一调度的一个 一个开源的一个调度器 我们其实有调研过 但是或多或少都有一些 不太能满足自己需求的地方 主要是几个点嘛 首先就是一 我们要做大吃 我觉得 可以 可以后面再 把一些更多细节 给大家暴露出来 然后如果大家 讲到这种 离线 在线混步 那大家可能都知道有一个项目叫 Coordinator 所以 所以我们让Coordinator的 鉴于同学来分享一下 OK OK 然后 刚刚那个 就是因为那个 那个字节跟那个 阿里其实很像嘛 他们都有那种 就是像抖研 包括阿里的话 它有淘宝这种再现业务 理解的话就 阿里有好多搜推的业务 然后我这边就不从这边切入了 我介绍就是从 当成Coordinator这个项目 它怎么出来的这个 搞一个点 就是我们那个 Cormonix它那个调度器呢 它主要那个调度器是基于 那个 POD的Request 跟Node的Allocatable 去进行调度 对吧 然后 后来的话 就是我们当时 或者极群owner 就是观察到一个现象 就是POD的申请的资源 跟它 POD实际使用的资源 是不一样的 就是POD 就是那个 用户往往会申请 比它实际使用的资源 更多的资源 这样的话 极群当中 其实会存在大量的 那个 就是 空写的资源 然后另外一个的话 就是 极群中 恐怖的话 极群中会同时有 这个在线业务 跟这个离线业务 然后 他们对于这种应用的 这种SRO是不一样的 有些是可以容忍被打断 有些是必须得给强保障的 然后这个的话 就产生了我们中间的 这个思路 就是差异化SRO 然后我们会把 那个在线业务的 申请了 但是它没有用的资源 想办法给超卖出去 然后超卖出去的 这部分资源 我们把它叫做 Batch资源 当然 Corelator订了好 订了好订了比较多的 有些节目 有密的 有batch 有free 但是我这边今天 只提那个pro的跟batch 就是把在线的 升起了 然后没有用的资源 给超卖出去 作为batch资源给使用 这些的话会作为一些 比如说淘宝的一些 那个搜推广 或者是一些flink 或者一些AI的训练人物 都可以在上面跑 OK 这个是最最核心的一个 就是差异化SRO 然后做了这个之后 必然会有一些风险 因为一个基地上 相当于你超卖了嘛 超卖的话 当比如说你这个 流量来的时候 是吧 然后这个在线应用的 应用质量怎么保证呢 我们当时候是做了 那个QS感知调度 就是节点上 有好多好多的CPU盒 然后我们会把一些CPU盒 给特定的绑 给某些在线服务 保证它的服务质量 然后在单机上呢 我们也做了一些事情 就是 这里 这里下面可以看到 有一个叫做 Resource Exhibition 叫自由隔离 然后 我们会 就是比如说 除了把那个CPU Set 给绑定到某些 业务之外 就是当那个 比如说那个 流量来的时候 这个节点上的 那个再线业务的 资源利用率上来了 然后这时候 超卖出去资源 其实需要回收的 然后这时候 我们在单机的 做了一个Course Manager 就是会根据 那个对应的 那个 在线 对应的资源利用率 去做一些 Batch资源的压制 和一些驱逐 然后保证 在线应用的质量 然后当资源利用率 降下来的时候 我们再把这部分资源 给开给Batch资源去使用 然后来保证 它的这个资源利用率 总结一下就是 一个是为了这个 运行师质量 一个是为了 资源利用率 好的 我印象最深的 就是说 Coordinator是会把SL 放在一个 比较重要的位置 其实我们就讲完 好 然后 第二个问题 就是我们可能 因为大家都是 做调度 然后在各个社区 那我就 我们可能想知道 就是说 各个社区和上游 是怎么样一个 合作的关系 比如说上游有一些 新的功能发布了 有一些新的API发布了 会不会有说 跟自己的项目 功能上一些冲突 以及说 有冲突该怎么解决 或者说上游 有没有一些功能 block住各个项目的发展 所以我也想 就是说 从这几个 这个方面 大家可以简单聊一聊 要不还是先从雷伯开始 可以 这个 其实我们 因为我们其实是 我Know的这个Know的项目 其实从华为云捐献给CNCF 其实我们也是一个 怎么讲 我们是这个开源项目的一个 最佳实践者 然后我们其实在华为云里面 所有的这个 托管式的KBS Servless的KBS 包括我们的AFO 都使用了我Know 所以我们其实非常关注 它的一个兼容性 所以说我们其实会和上游社区 在API层面 保持完全的兼容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 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前提 那么 对于上游社区会 会有一些这个 我们觉得会有一些改进的意见 就有些事情 可能是在上游社区去设计 或去实现 其实更好的 比如说 因为我所在的团队 除了这个 我Know这个调度这块 还有这个应用弹性 节点弹性 这个领域 我们发现其实 上游社区 跨SIG的一些功能的完整性 其实是需要改进的 比如说 我们在调度的时候 在那个节点扩容的时候 它经常会出现一些 你扩容的时候 其实要做一个模拟调度 对吧 当你这个POD喷定 POD喷定的时候 它这个扩容的这个组件 会去做模拟调度 需要评估一下 我需要扩几个节点 扩多大规模的节点 那这个时候 它这个模拟调度的时候 它其实 对于这种调度器的支持 其实比较弱的 比如说你的GUNSGADULING 它可能需要是一次扩一批的 或者说你的这个VTUGPU 你可能需要扩 扩的那个 扩的那个能力 是扩一部分的 那这个弹性的 这个都是不支持的 这是一块 还有就是另外一个的 就是可能就是多调度器 我觉得这个也是上游可以做的 因为上游的社区 对于多调度器 它其实是通过指定 SKIDER NAME 你可以在一个机训上 部署多个调度器 但是呢 多个调度器会有一个 这个方案里面 还有没有解决的问题 比如说资源竞争的时候 会出现调度冲突 那这个也是希望上游社区能够解决的 能够做一个仲裁 对吧 最终 去做一个最终的一个决策 所以这种的 我们其实希望在上游社区的 我其实可以补充一下 就是关于这个 GUN的支持 其实上游应该已经有类似的实现 就是Auto Scaling 有一种 有一个新的功能 叫Provisioning Request 它可以支持说 比如说你需要 多个Port 重拾进行伸缩 它应该已经支持了 所以这个我们可以先下再继续聊一下 要不育权接下来讲一下你的理解 首先我们其实 GDA也是构建在KPS体系之上的 就KPS的那些概念 就是比如说Port 还有就是我们也利用了 我们也支持 然后也利用了KPS的这种通信机制 但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 就是什么GDA可能是 因为我们要 就是出发点可能不一样 是想做一个统一调度器 所以在实现上面 我们可能跟上游社区的分叉会比较大一点 但是基本上上游社区有的 现有的这个功能 在GDA里面也都有 但是那些比较耗时的 比如说Port Anti-Affinity 或者Affinity 这个会有自己的一个实现 可能没有相应的这种Plugin 对 好的 那鉴语呢 Corelinter的话 它是一个完全基于社区框架的一个项目 就是你可以无缝的把Corelinter 部署在KPS在1.20 1.22 1.24 1.28 但是1.26 我们是没有 我这边没有做测试 但是应该也是OK的 就这四个版本都可以直接部署上去 所以 而且我的意思是它API 跟用法上完全介绍的 然后它的实现上 也是直接 寄予了那个Corelain 的那个Framework 然后去实现了 它的对应的Plugin 所以不用担心跟上游的兼容性的问题 那比如说 比如说上游目前 其实前段时间刚发布了1.31 像Corelinter社区的话 大概会多久会去支持到上游的最新版本 1.31 这个我不是我们的这个Leader 我不敢随着承诺 好 然后就是 就是我们讲了那么多的调度器是吧 然后其实也是这个Topic 最开始的一个 Key Point 就是说 我有这么多调度器 包括 如果大家关注以往的网界Corel 基本上都会有一到两个Topic 会去Compare 所有的这些调度器 它的一些优势 劣势 那 从一个用户的角度就想说 那我有这么多调度器 我该选哪个呢 所以 我也想听听各位 每天的一些意见 要不我们反过来 就从境遇开始 OK 然后 其实可以 算了 可以回到我那个图 可以 可以 对 其实这个图就比较 比较 我觉得比较具体的 你看下面不管是裸金属 还是 这个叫什么 异购的一些资源 包括上面的微服 包括 所以它在那个 就是使用场景上 其实没有限制的 然后我只能说 它一些比较上场的部分的话 因为Colignator 它其实它的 可以起家吧 或者说它这个项目的Founder 它其实当初是观察到恐怖嘛 所以恐怖的话 我觉得Colignator 肯定是这个 就是比较 比较优的一个选择 对 然后 目前的话 Colignator其实也支持了 这个 异购资源的这个调度 包括一些 任务调度 包括那个 capacity scheduling 就是做了 那个Electic quota 还有那个 杠的一些 功能 然后 包括当机的一些 那个设备拓谱 设备拓谱的一些感知 就是 比如说 那个训练任务的时候 需要GPU跟RDM 在同一个 那个P3A下面 没事吧 这些感知都 Colignator都已经OK的 然后 所以的话 异购的话 应该收取Colignator吧 然后 任务调度的话 大家也可以 也可以尝试去接受Colignator OK 那 那 那我 那我觉得 郁全林也有话说 那我也是做混布的 对 就是 混 对 我不否认 Colignator 就是 混布 是适合混布 但是就是 怎么说呢 我觉得 选择方案可能会 多一点吧 因为 混布其实是 大的 大规模 或者说 资源量比较大的公司 都会去面临的一个 一个话题嘛 所以每个公司 有每个公司的解决方案 然后 字节的这个 GOTR呢 其实 我给他总结 就两个点 可能比较重要一点 首先第一点 就是高性能的 因为它是吞吐 调度吞吐是比较高的 然后 在我们字节内部 最大的单机群的规模 是两万节点以上 然后 一百万的Pause 然后每天 就是每天都在运行 然后它里面的服务数量 就是刚才也说了 一百万很多 然后它的这个调度 也都是用GOTR来调的 然后还有另一个特点 就是统一 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背景 就是再离线统一 其实现在 在字节内部 GOTR不仅支持 这种微服务 还有就是批流 大数据的任务 包括我们的 Machine Learning的 很多的应用 基本上都是跑在GOTR里面的 它是可以统一调度 各种各样的任务 所以 总结下来 就两个比较重要的特点吧 就是如果你想要一个高性能的 然后同时又是统一的 有一个全局的资源世界 管理各种各样的任务的话 那GOTR可能是一个选择 对 就是 对 因为它 它说它高性能 而且它有多个调度器 所以它们确实是在 语义上是一致的 那雷伯呢 这个话题 有点PK的意思 但其实 其实 作为软件开发者来讲 其实我们可能每天或每周 都在做一些 技术选行的一些工作 那其实 当我们在评估 不同的项目的时候 我们其实也要 遵从公司的一些技术委员 会定的一些 这个软件的 平凡的一些标准吧 那我除了这个本身 客观这个项目的定位之外呢 其实我想提的一个点 就是说可能 就是大家在选项目的时候 可能要 除了项目本身之外 要关注自己的一个需求 对吧 比如说我现在运行的这个项目 可能是一个 是一个离线计算的 AI大数据的一个平台 还是一个在线微服务的一个平台 还是说是 它是两者兼顾的 结合自身的一个需求 那么 那么我们对于这个 我的建议是说 我们其实评估的时候呢 对于这个软件 因为每个软件都有生命周期 我们对于这个成熟度 要有一个评估 比如说我如果说 我是一个核心系统的话 那我可能需要选择的一个 成熟器的一个项目 对吧 那么CNCF 它对于这种项目的一个 对于成熟度的一个 也有一个模型 对吧 从这个项目的一个 这个sandbox到复化到毕业 对吧 那我觉得软件的成熟度 是一些考量的方面 第二呢 要结合自己的需求 刚才说 自己的需求非常重要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要 再往下一点呢 就是结合这个项目本身 它的一个适用的一些场景 那我们认为 我认为其实 因为我们其实关注 AI大数据的这么一个场景 但是呢 对于这种微服务 我们其实也是支持的 因为我们其实import了 上游的这个 所有的这些 比如说这个 所有的这些调度策略 比如说Affinity Anti Affinity 这些都是我们 其实都没有重新开发 都是引用上游的这些能力 所以我们是兼容微服务的调度 那么在自己的这个 华文的体系里面 我们是实现了一个统一调度 那么具体 大家选行的时候呢 要结合自己的业务场景 你是一个创新型的项目 还是你是一个核心系统 还是你是一个稳定型的一个项目 结合自己的 并且结合自己团队的一个 这个 这个 大家的一个能力 对对对 然后听下来就是 coordinator可能 focus在这种混步 然后哥的 是吧 混步 然后如果你是一个 大规模的集群 你可以 你对这种高性的要求比较高 那你可以尝试的 用哥的试一下 然后 Vocano可能更加的 因为我们知道Vocano 可能明年就要准备 这个毕业了 所以如果你对成熟度 这一块就特别高的要求 那你也可以 试一下Vocano 那因为时间团队 然后我们在最后一个问题吧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AI是非常火的 然后AI最调度的挑战 也有一些新的挑战出来 比如说 现在拓谱越来越复杂 那我就 每个人要不就简单分享 一到两个 以及 项目有没有对应的进展 要不我们就从 育权开始 OK 对 就是 自己刚才也说过了 自己基本上 所有的machine learning的应用 都是现在有哥的来调度 就是AI这边 其实面临几个点 就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 就网络拓谱复杂 其实自己内部的 AI的应用 它确实是 网络拓谱是比较复杂的 我们内部 其实有多层的网络拓谱架构 还有就是他们的 语义的需求 也是比较复杂的 就是这是一个 面临的一个 比较难的一个点嘛 就首先 就语义的话 它可能有 比如说 它希望一个job里面 所有的task 都放在一个网段 或一个交换机底下 尽量的不要cross region 或者cross rack 另一个点可能就是 一些比如说 大模型现在 或者说一些 Machelin的应用 它对调度质量的要求 会比较高 有很多的训练类的任务 它可能就是 它可能对 吞吐要求没有那么高 但是它 一旦运行起来 它可能会训练 很长很长的时间 它对比如说 计算跟数据的 co-location 它对那种计算 这种训练类的 GPU的应用的摆放 因为GPU是一个 珍贵资源嘛 然后它的这种 碎片率等等 要求也是比较高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 我们面临的 Machelin相关的 就AI相关的应用的话 两个最大的难点 一个就是 调度语义比较复杂 然后这个语义可能 刚才也说过 然后另一个就是 质量要求会比较高 这个在我们过程中 可能是比较突出的 好的 雷伯呢 因为雷伯昨天也分享了 关于TOP相关的 一个不可能的分享 要不雷伯你也说一下 我们其实对大模型 这块的话 其实刚才也提到了 网络托普 那我们其实以前 只是节点内的一些托普 那么现在大模型 场景下面 因为有各种 各种并行模式 对吧 那么为了满足 这种模型并行的要求 其实这个 像英伟达 已经推出了这些 这SuperPode 对吧 那么在跨节点的之间 有IB 有Rocky 对吧 还有一些NV switch 它带宽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其实 希望做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能够把这个 应用的这个TP 然后DP 这些托普 和底层硬件的这些 不同的托普 能够做一个 最佳的一个调度匹配 这样的话 能够把硬件的这些 这些能力 能够释放出来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因为Copernet本身 现在其实对于调度来讲 它就是一个Pode 一个Node 然后做一个Plicement 对吧 但是这个 我们现在出现了 SuperPode 对吧 出现了更高的一个 MV switch 那其实不一样了 我们需要做一些 重新的一些建模 一些新的调度 这是一个 第二点的话就是 关于这个 大目星对于这种 规模的要求 就是我们现在 其实KPAS本身 对于这种大规模 其实有些建议的 对吧 Copernet社区 有最大的一个建议 但是其实大目星 我们知道 其实已经突破了 已经突破了 最大的规模 那它可能需要一个 多极群的一个调度能力 那多极群调度的时候 会面临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挑战 就是说 我有一个一层的 一个scheduler 然后在极群里面 有一个二层的scheduler 这两个scheduler 要做一些 取舍和均衡 就是说 在准确性和 调度的准确性 和调度的这个 性能之间 要做取舍 这也是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挑战 对对 好的 那建宇 要不简单分享一下 对 我分享一下 就是 它AI任务的话 它 刚刚两位 两位前辈吧 然后他们讲了 那个网络透普 是吧 也讲了这个设备 然后 其实有时候 它那个应用的一些 那个就是 特性也比较重要 就刚刚提到 就是一些TP啊 DP啊 还有那个 PP是吧 然后这些东西 可能都比较重要 所以的话 我理解 可能在现在的话 对于它这个 任务的一些 那个 就是网络透普的 但是这可能 不只是网络透普的 它可能有一些 那个 它任务本身的一些 透普 这种东西的结构 也很重要 就可能 就可能 可能调度器 它不只是需要 感知底层的这种 就是计算资源 比如说 NV3H GPU跟网卡 还需要感知 它任务本身的 一些这种 特普 它还需要感知 包括模型的话 它因为它有 因为它有跨模型训练 它肯定需要通过 那个 肯定有一些 那个交换机 包括一些 那个 当然 阿里内部有个 叫POD 就是它网络域的 一个概念 然后 也是网络托普 这一块相关的 还有就是 那个 从处 就是可能是 那个模型 那个开始的 那个调度的 那个 可能也是需要 考虑一个点 现在有些 KVCache相关的 是吧 好的 因为时间关系 所以 已经在提示我 那个 时间到了 然后我们就 现场接受 一个提问吧 如果大家有问题 要不就这位 我这边 主要是想问一个 跟AI 还有这个 调度相关的问题 第一点是说 其实调度 它是在已有的 就是我现在 已经有了 这么多资源 我是在这些资源上 去做一个调度嘛 但其实 我们还有那个 Sig Scaling 是吧 Scaling 那边是负责 去做扩锁 但其实这两个东西 是有一定的 一个结合性的 就是说 特别是我们 在用这个云服的时候 是吧 你不能仅仅去考虑 说我在已有的资源 上去做一个调度 那我还需要考虑说 我是不是要做扩容 如果要做扩容的话 我要扩大机器 还是小机器 还是说用更好的 更轻的 大也更低的 这个机型的一个 代数 是吧 需要考虑点很多 那我看到 其实就是说 比如说我用阿里云 用这个腾讯 或者用火山 那它其实更多的 我看社区都还是指 就是用这个 Cluster的Scaling 但是我看 他们的这个Scaling 我们的社区上面 其实有一些 比较明显的进展 他们能够去 就是那个 Edward Sky 那个Carpenter嘛 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听说过 对 那Carpenter这边 其实它的能力 要比这个 ClusterSkiller强很多 它其实不仅仅 只是在做扩锁容 它其实也做了一部分 调度相关的功能 所以说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们未来 会不会去考虑这一点 就是我作为一个 云用户是吧 我需要这些功能 但是阿里云 腾讯云或者说的 你们都不支持 对 这是第一点 第二呢 就是说我觉得 我们时间位置 接受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问题的 一个延伸 就是说如果 就是说 因为你们 其实不支持 说去做这个 你们不会去考虑 说机型的区别 是刚刚说 就可能新一代的 性能更好 旧一代的性能 更差一点是吧 那但是其实 在卡片的这一个 框架之上 就是说我结合 扩锁容 扩锁容 跟一个 调度的能力之后 那其实我是可以 去考虑说 这个新一代的CPU 它可能性能 强20%是吧 第一代的CPU 性能可能是 只有80% 然后呢 另外是说 可能新一代 价格更贵 旧一代价格更低 是吧 就是说 这些东西 我想问一下 你们是怎么考虑的 未来会不会 朝这个方向去发展 其实是一个问题 这个我可以 我可以稍微 讲一下 Colinitor里面的一些东西 Colinitor里面 它有做那个CPU 比如说你刚刚提到 CPU 它不同代的性能不一样 Colinitor其实在这块 有做一些CPU的 规一化的操作 CPU算力的规一化 就是它会把那个 就会有一个标准算力出来 然后把不同代数 给映射到 这个 它会把那个 Node的Status Solo K的玩 那个值给改掉 然后做一些这种调度 对 然后我最后再补充一下 就是其实 不管是Cafina 还是Auto Scaling 它们现在都是 Copity的SIG项目 所以它们 其实每周都会 每两周都会有过 周会 然后去讨论一些 同步的事情 所以基本上未来 我觉得它们在功能上面 应该是慢慢去 会融合的 就是它们会有一些交流 然后Auto Scaling 和SIG Schedule 其实一直都是 密切在合作的 所以它们两边的 每天的其实平时 都是在一起工作 所以我觉得 可能未来还会 在这一块做加强吧 我真的说 另外就是 就是我们 就是如果大家 对调度感兴趣 然后我们建了一个 微信群 因为国内可能 微信群更方便一点 如果大家有其他问题 可以继续提问 然后谢谢大家 也谢谢各位嘉宾的参与